專家分局在11月初,接過線報,在台中市北群區的會洩信燃止 擁有強大的活力,擁有兩把左右的長槍 我們接過這個線報之後,仔細來分析,覺得線報的來源非常正確 所以我們就指派專案小組到台中去進行蒐證 經過數字的蒐證之後,確認卸信條件的住處和情報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就將蒐證所得自成相關的卷宗向台中地劫跟台中地園申請搜索票 經過准搜索票之後,在昨天我們專案的成員 就在蟹賢的駐駐外擺,在蟹賢料館為駐駐駐市 我們試機將去控制駐駐駐後,由蟹賢帶同我們到貨內域執行搜索 搜索之後我們在現場採握兩把疑似是衝鋒槍的長槍 有60發的子彈,另外在蟹賢身上一起過微量的毒品 訊後我們會將蟹賢依槍報燃料管制條例及違反特別管制條例移送台中地檢偵辦